这一期我们来勾制一款漱口袋 用到的是四股的精输牛奶棉 需要准备两团线 勾针选用的是一个四号勾针 接下来我们开始编织 首先环形其针 左手吃线 然后将线在手指上绕两圈 接着将勾针穿过线圈 然后将线勾出 接着绕线将线勾出 起针完成之后 接着锁两针 然后绕线圈编织长针 勾针绕线穿过线圈 将线勾出 接着绕线穿过前面的两根线 勾针再次绕线穿过后面的两根线 这样编绕线 这样编织一个长针 接着后面继续重复编织 一共编织16个长针 16针完成之后 接着收紧线圈 首先拉一下线头的部分 找到被拉动的这根线 然后将另外一个线圈收紧 最后再将线完全拉出 线圈收紧之后 接着将线头的部分直接剪断 最后呢 我们在第一个长针上 编织一个引拔针 接着编织第二行 首先锁两针 接着第一针编织一个长针 接着锁一针 然后在同一个位置 再编织一个长针 接着第二个长针 编织一个外钩长针 这里呢 就是一组花样 后面继续重复编织 第二行完成之后 接着我们在第一个长针上 编织一个引拔针 接着编织第三行 首先我们在长针后面的锁针处 编织一个引拔针 接着锁两针 然后在这两个长针中间的空隙处 编织两个长针 接着锁一针 然后在同一个位置 再编织两个长针 接着下一针 编织一个外钩长针 这里呢 就是一组花样 后面继续重复编织 接着锁两针 第三行完成之后 接着我们在第一个长针上 编织一个引拔针 接着编织第四行 首先编织两个引拔针 将线引拔到这四个长针中间的空隙处 接着锁两针 然后编织三个长针 接着锁一针 然后在同一个位置 再编织三个长针 接着锁一针 接着我们在下一个外钩长针上 编织两个外钩长针 这里呢 就是一组花样 后面继续重复编织 接着锁一针 第四行完成之后 接着我们在第一个长针上 编织一个引拔针 接着编织第五行 首先锁两针 接着第一针 编织一个长针 接着锁一针 接着锁一针 然后在同一个位置 再编织一个长针 接着后面空出一针 在下一针上 编织一个外钩长针 然后下一针 然后下一针 再编织一个外钩长针 接着后面空出一针 然后在下一针上 编织一个长针 接着锁一针 然后在同一个位置 再编织一个长针 接着在后面的这两个 外钩长针上 各编织一个外钩长针 这里呢 就是一组花样 后面继续重复编织 现在有一个反应 这种反应品 就是一组花样 这一针上针 这一针上针 就是一针上针 但是没错 这种反应 饷了 如果是了带织一个 一针上针 就是一针上针 你三针上针 第五行完成之后 接着我们在第一个长针上 编织一个引拔针 接着编织第六行 首先编织一个引拔针 接着锁两针 然后在这两个长针中间的空隙处 编织两个长针 接着锁一针 然后在同一个位置 再编织两个长针 接着在后面的这两个外勾长针上 各编织一个外勾长针 接着在后面的这两个长针中间的空隙处 编织两个长针 接着锁一针 然后再编织两个长针 接着在后面的这两个外勾长针上 各编织一个外勾长针 这里呢就是一组画样 后面继续重复编织 谢谢 请不吝点赞 第六行完成之后 接着我们在第一个长针上 编织一个引拔针 接着编织第七行 首先编织两个引拔针 将线引拔到这四个长针中间的位置 接着锁两针 接着在这个空隙处 编织两个长针 接着锁一针 然后再编织两个长针 接着在后面的这两个外勾长针上 各编织一个外勾长针 接着在后面的这四个长针中间的空隙处 编织两个长针 接着锁一针 然后再编织两个长针 接着我们在后面的这两个外勾长针上 各编织一个外勾长针 之后呢我们就按照第七行的这一组花样 一直重复编织 四个长针对应四个长针 两个外勾长针对应两个外勾长针 针数不发生改变 一直勾织到第23行即可 第23行完成之后 接着将线剪断 然后我们将线头的部分隐藏到植物里 主体的部分完成之后 接着我们来编织抽绳的部分 首先锁边起针 左手持线 接着将勾针 放在线的下方 向内绕一圈 接着将线勾出 起针完成之后 接着开始锁针 勾针绕线 将线勾出 这样就是一个锁针 一共编织100个锁针 一百个锁针完成之后 接着将线剪断 然后我们将绳子的部分 穿到竹梯上 上青山就是说 切尾 本 software 线装 户 抽绳的部分装好之后 我们这款漱口袋呢就做好了 本期的内容呢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